在基隆某一个国中上午惊传有学生从三楼坠落 立刻赶快连线给记者黄宜璇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 基隆某个国中在上午八点多的时候 发生一起学生坠落的意外 当时其他同学都在教室上课 但是这名女学生她疑似家庭的因素而想不开 而在三楼跟资商老师聊完后呢 就趁着老师离开 就突然的跑到外面四楼的教室办公室 打开阳台的门跳了下来 是直接撞击到了水泥地面 当场骨折昏迷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之后已经恢复了意识 那根据国中校方表示呢 这名女学生已经心理辅导半年多了 她有时候她的情绪状况好像是不太稳定的 但是校方都有持续的在关切 所以突然有想不开的举动 因为当时没有老师在场 所以是来不及阻止她 目前社福单位她已经陆续的到医院关心 要安抚女学生的情绪 以上就是现场的状况 将时间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怡玄跟我们SNG团队 在外场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